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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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边是巴尔普特的电玩风 我是编辑小玉 那有预购第一波PS5的玩家 应该在上礼拜就陆陆续续收到话了吧 相信大家都玩得开心 但是呢 这一代的PS5虽然功能很强 不过有些玩家就是碰到一些状况 就是像软体的状况也好 硬体的状况也好 比如说游戏开不了 或是散退 或者是怎么讲 系统就是进不去 那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有碰到雷射的情况 我碰到的情况是数位版游戏下来不下来 或是有一些软体就是散退的状况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呢 我跟你讲 重灌 重置 好不好 重置自白变 大家有装过点应该都知道吧 那至于要怎么重置呢 今天这个影片我就来教你怎么重置整台PS5主机 或者是重新安装整个系统软体 那我们马上就来看看 怎么重置吧 如果PS5的系统界面还能正常运作 在重灌之前 记得先把游戏记录上传到云端备份起来 至于数位版的游戏内容 就没有办法备份了 首先来试试看重置主机 也就是恢复出厂设定值吧 这个选项就位于设定之中 在PS5的主选单 点击右上角的齿轮图示 进入设定选项后 到主机类别下的系统软件中 就会看到重设选项 重设选项里面有三个选择 请选择重设您的主机 就可以将主机恢复成刚出厂时候的状态了 如果光是恢复出厂预设值还不能解决问题 那就更深入一点 从新构组资料库吧 在主机关机时 按住电源按钮至少7秒钟 等听到第二声B声后 再放开 当萤幕出现画面之后 将DualSense控制器 透过USB线接上主机 并按下控制器上的PS按钮 就会进入主机的安全模式 接着请选取第五个选项 重新构组资料库 主机就会少了描磁贴机 便建立新的资料库 然后重开机 这个方法可能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哦 如果前面两个方法都没有办法让你的PS5 恢复正常 那接下来就要使用大绝招 重灌系统了 首先先到PS繁中官网的志愿里面 搜寻PS5系统软体 下载PS5重新安装档案 然后找个1G以上的USB随身碟 格式化为FAT32格式 在里面建立PS5资料夹 然后在里面再建立一个Update资料夹 把前面的重新安装档案 跟名为PS5Updata.PUP 复制到这里面 接着就是将USB碟插上PS5主机 把主机重开机进入安全模式 选择安全模式的第七个选项 重新安装系统软体 然后一步步同意下去 耐心等待重灌带来的好消息咯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重置 或是重新安装PS5的教学影片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大家在急着送修主机之前 不妨先试着照我们的步骤 一步步的把主机重置看看 也许就可以有帮助了 那如果这样子还帮不了你的话 那请下维修站工作人员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